請得同順 前衛生署長李明亮 中研院院士學者等一字排開 海內外學術界 新來台灣後援會成立 賴清德喊話 國際都在看台灣選舉結果 有一些朋友有不同的想法 因為大家都是犯律正言 但是我要特別拜託 請大家支持民進黨 願意用自己的聲望 來背書來支持 不只總統要勝選 國會也要過敗 不過根據聯合報最新民調 賴消沛被侯康沛追上31%平手 而柯毅沛則是21% 正傳媒民調賴消沛31.4% 侯康沛29.6% 雙方差距1.8個百分點 至於美麗島電磁報民調 賴消沛支持度35% 侯康沛31.7% 差距3.3個百分點 賴消沛領先幅度 從過去十幾個百分點 到現在被逼近 拉緊報了嗎 內部民調上面呈現的是 侯友宜跟柯文哲 都有一定的 正在纏鬥當中 那與我們的民調 還有一定的這個安全距離的落差 民調都是參考啦 有氣有熱 我們所有期待 靜動輪廳 侯友宜一定做得到 任何的機構要發布民調 我們一定要把它記錄下來 你換信好了 我選後一定會拿出來公布 那時候就知道誰沒有穿褲子 藍綠白對選情都很有信心 不過賴清德老家爭議 雖然賴正宜已經多次澄清 強調法律上站得住腳 但藍白依然猛攻 恐怕也是影響民調關鍵 賴正宜一直以來 打法都太過保守 老家違建案上面 確實是輕忽了 是一個防守 等於說一直挨打的份上 而附近荒野公僚 居民澄清爭 爭取希望合法 新北強調保障居住權益 雪戰緊繃 各種議題小心接招 三星黃金城 柔柴台被採訪